我们生气的小伙伴 他的家在遥远的星球 我们生气的小伙伴 他最心爱有趣的故事 我们生气的小伙伴 带着可爱的汪汪和飞船 我们生气的小伙伴 把火热带给地球 小朋友快快坐好 进入奇妙的世界 小朋友快快坐好 开始精彩的旅程 哎呀呀 吉里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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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回动火发的钥匙 吉里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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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开启故事的闹门 吉里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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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回动火发的钥匙 吉里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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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寻找美好的故事 吉里咕噜 哎呀 哇哇 你怎么走路都不看前面的 真像守株带兔里面的兔子一样 啊 哈哈 你不知道这个故事吗 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咯 今天 老师要和吉里咕噜一起 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 当我们掌握了很多的成语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简单的四个字 或者八个字来表达几句话 或者几十句话 才可以让人明白的意思了 小朋友们 大家说 这样是不是很棒 现在 我们开始认识这个成语 我给大家读一遍 手 猪 带 兔 大家跟我读一遍 手 猪 带 兔 那好 今天我就给你和小朋友们 讲讲关于守株带兔的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 在宋国有一个懒惰的农夫 装甲 装甲快快涨 变成粮食装满仓 装甲 装甲快快涨 变成粮食装满仓 农夫叔叔 你为什么叹气呀 你看看这些稻谷 长得这么慢 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长成粮食卖钱呢 哎 植物的生长本来就是这样呀 我可不想等那么久 你看看人家东村的王货郎 几个月了就大赚一笔 现在人家是好几家杂货店的总掌柜 人们都叫他王老板 啊 王老板 你再看人家西村的李铁匠和北村的张铜匠 他俩合伙开了个作坊 现在也都是大财主咯 啊 作坊 哎 你再看看这些稻谷 等它们变成粮食 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哎 我什么时候也能快速发财呢 于是 有一天 啊 发财了 我找到发财的办法了 我要发财了 农夫叔叔 你发现什么发财的办法了 你看啊 有只兔子撞在树桩上了 我把它抓来卖钱 一只兔子买十文钱 那十只就是一百文 一个月有三十天 天呐 我发财了 你等等 农夫大叔 我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这样算是不错 可是你能保证 天天都捡到兔子吗 难道兔子们 天天都会跑来撞树吗 那当然不会 对嘛 所以我初步的预算 是两天撞一只 两天一只 十天就是五十文 一个月就有三十天 哦天呐 我发财了 哈哈哈哈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你这个农夫不去种田 在这儿等什么兔子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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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发财了 我发财 从此 农夫就不再种田 只是守着那节树桩等兔子 转眼 一个月过去了 你有病啊 招家都要哭死了 你也不去种 在 在这儿等什么兔子啊 你快放我出去好不好 我真笨 最终 农夫一只兔子也没捡到 看着枯萎的庄稼 他终于意识到了 妄图侥幸的不劳而获 是换不来财富的 守株带兔的故事告诉我们 若自己不努力而总希望得到意外的收获 其实就像等着兔子自己撞到树桩上一样 是不见实际的 小朋友们 故事讲完了 唧里咕噜讲得清不清楚呀 我相信大家都会记住这个故事的 并且会在合适的情况下灵活地使用 现在请跟老师再复习一遍 手 猪 带 兔 大家跟我连起来再读一遍 手 猪 带 兔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再见吧 拜拜 吉利咕噜 螳螂是一种很小的昆虫 在我国古代 却有一只想用自己的胳膊来阻挡马车的螳螂 它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咯 今天 老师要和吉利咕噜一起 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 当我们掌握了很多的成语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简单的四个字 或者八个字 来表达几句话 或者几十句话 才可以让人明白的意思了 小朋友们 大家说这样是不是很棒 现在 我们开始认识这个成语 我给大家读一遍 大家跟我读一遍 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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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今天 吉利咕噜 就为小朋友们讲讲这个故事 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还是给你点面子 稍微休息一会儿吧 谢谢 诶 唐龙大哥 听说你是昆虫里的武术高手 那当然了 别说是昆虫 就连人类都不是我的对手 诶 看我这么手一挡 就连人类的马车也别想经过 啊 啊 怎么 你们不信 呃 这个 哼 跟我来 一会儿 有马车经过的时候 看我一伸手 就能把马车挡住 诶 唐龙大哥 这是很危险的 你还是不要事了 闭嘴 我是无数高手 这点小事 怎么会对我有危险呢 危险 唐龙大哥 快回来 闭嘴 不要丑 呃 危险 看我的 啊 啊 啊 唐龙大哥 你真的做到了 啊 是啊 我 我竟然真的做到了 啊不对 我当然能做到 这点小事 对我来说 简直是轻而易举的嘛 哈哈哈哈 啊 轻松多了 继续赶路 不过高手 wiel ok 喝看我 哦 连马车都能轻松南下 我一定是全天下功夫最高的昆虫 哈 哦 你是全天下最厉害的昆虫 哼 我们可不许 敢不敢和我们较量一分 尽管放马过来吧 我来咯 哎呀 果然厉害 现在轮到我了 我闪 看招 哎呀 唐龙大侠果然厉害 我们佩服 哈哈哈哈 小意思啊小意思啊 你们为什么要打架呀 哎 没关系 我们是在切磋武艺而已 我会手下留情的啦 不然他们两个架在一起 都不是我的对手 什么 这个我们可不训 嘿嘿嘿 那就尽管放马过来吧 哈 看招 嘿嘿 来吧 哎呀 多谢唐龙大侠赐教 嘿 这是我让着你们的 如果我认真的话 你们两个就惨啦 嗯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 难道你们不相信吗 嗯 嘿 那就尽管放马过来吧 呵 看招 看招 嘿嘿 我可要认真了 来吧 哎呀 多谢唐龙大侠再次赐教 嘿 这次是我没准备好 如果我认真的话 你们一定不是我的对手 连马车我就一身胳膊都能轻松挡下 啊 马车你都能 哼 那就让你们长长见识 然后再来收拾你们 跟我来 哦 真的 走 看看去 嗯 看看去 嘿 唐龙大哥 你先等一等 先不要冲动 嗨 走开 本大侠要展现我惊人的实力了 你不要爱手爱脚的 唐龙大哥 你要小心啊 嗨 走开 车来了 不要妨碍我 你们都看好了 哎呀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啊 哎呀 忘了上厕所了 啊 轻松多了 继续赶路 唐壁当车 这根本就是自杀嘛 骄傲的唐龙幻想用自己的胳膊挡住马车 最终导致了失败 并且遭到了大家的耻笑 从此 人们便用唐壁当车这句成语 来形容人们那些自不量力的行为 小朋友们 故事讲完了 唧哩咕噜讲得清不清楚呀 我相信大家都会记住这个故事的 并且会在合适的情况下灵活地使用 现在请跟老师再复习一遍 唐壁挡车 大家跟我连起来再读一遍 唐壁挡车 小朋友们 今天的成语故事你们记住了吗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我们生气的小伙伴 他的家在遥远的星球 我们生气的小伙伴 他最心爱有趣的故事 我们生气的小伙伴 带着可爱的汪汪和飞船 我们生气的小伙伴 把火热带给地球 小朋友快快坐好 进入奇妙的世界 小朋友快快坐好 开始精彩的旅程 爱呀呀 鸡里咕嚕嚕 鸡里咕嚕嚕 快过回动火法的钥匙 鸡里咕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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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开起故事的闸门 鸡里咕嚕嚕 鸡里咕嚕 鸡里咕嚕 快过回动火法的钥匙 吉里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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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寻找美好的故事 吉里咕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